中午出来走路了 刚刚十二点 今天的天气太胖了 阳光明媚 非常的灿烂 然后天空的云 那么白 然后天空好难 好难得 昨天的天气特别特别差 但今天天气居然这么好 走一下 远方的草地绿油油的 你看这多旅行车 CLA 斯科达明瑞 这是VRS的性能版 然后宝马三系 基本上都是旅行车的天下 在这边 然后我看到远处居然停了一辆 居然停了一辆 那个雪铁龙天翼 我们公司其实很少停这个车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公司某一个同事的车 因为这个车基本上很少出现 看一下多好看 旁边我们这个也弄了一个小的鱼池 这是我们隔壁的公司正在除草 好嘞 我们这边也经常找个第三方来进行清理草皮 看一下这辆CLA 这是一个 这种车应该中高配至少 哎呀它已经换上了冬季胎了 就是雪地胎 凡尔赛那种轮孤比较特殊 充满了个轮胎的配置 尤其在冬季胎方面可能不容易有 不容易有选择 这个是什么型号啊 这个咱们看一下是 我还没看到它的规格 它的规格呢 Outside 这个是winter 你看专门写的winter 是冬季胎 因为我通过的胎文 我一看我就能看出来了 特别好辨识 但是我怎么到现在还没看到它的规格 为啥没看到啊 我看了一圈也没看到这个胎的规格 在这儿呢 225的55R18 这个不是19的 这个好像是高配的 真皮座椅 它这个是HT95 已经换上冬季胎了 奥迪A5 318 这边两辆奔驰啊 宝马好多呀 标志308老款的 新款的马上就到了 这是3008 也是换代中级改款后的 高F美甘蜡 好了继续走路 这种天气就是天上的云移动的很快 那边一大片雾云 如果大片的雾云过来的话 很可能就下雨 不过目前看的话没有下雨的迹象 随便拍一些场景 当着这个风景来看 因为这个天气实在是太漂亮了 太好看了这个天气 这也是一个3008的混动的 欧洲排在第二原来 又是一个斯格达明锐的旅行车 新款的 哇这个提罐配置看着好高啊 老款的斯格达明锐旅行 那个3008那个混动 排在第二 在那个混动市场 PHEV的市场 第一是那个福特库港 今天的天气太漂亮了 所以我出来要走个大圈 这是我们公司的最老的来栋办公楼 你看这天气 现在的秋天的味道已经越来越浓了 很多那个树 这个叶子落的满地都是 开始变色了 这棵树到最后会变的金黄 整个树都是金黄色的 特别好看 你看多好看呀 今天真漂亮 你看一会功夫 这太阳又钻到这个乌云里面了 所以看起来有一种阴阴的感觉 这个停车上 我看到一个很神奇的车 把镜头转过来 当当当当 这是一个新上牌不久的车 二杠A打头的 因为之前都是一杠打头的 这个二是今年刚刚开始启用的 看到这个车是什么车了吗 中国的MG 明爵ZSEV 因为国产车现在在欧洲卖的主要 还是以那种那个纯电为主 因为传统燃油车本身在欧洲已经 这种开始走下降趋势 所以出来淘金的这种国产品牌 都是以纯电的为主 这个在纯电市场的话 反正我是在路上第一次看到 我是第一次看到 国产车在欧洲卖的几个牌子 可以微乎其微 可以忽略掉的那种 这个车我在4S店看到好几次 但是实车在路上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上牌子的 之前在路上没有跑 好像遇到过的 但是真的停在这让我拍的 这是第一次 看他挺好看的 好太阳又出来了 你看这阳光多漂亮 太好看了 太神奇了 刚刚拍完了一辆明觉的ZS 我走到这个停车场的这一头 居然发现这边又是一辆 你看都是二杠打头的 这边这个车和这个主领公司有关系 因为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曾经提过 在比尼斯的话 那种Leasing的方式 是这边企业员工用车的主要方式 现在我正走在我经常走的 每天中午走路的路线上 这个是在我们的企业园区 但因为这边的预化植位率比较高 到处都是树 有很多的树荫 这下是一条小路 只能走行人自行车 机动车在上面 上面就是机动车道 今天的天气太好了 地上的落叶满地啊 秋天的这种味道越来越农烈了 看到这种天气去让人心情特别的舒爽 这是一个炸效的车 奥迪A1 这是一个交叉路口 经常走路的一个叉路口 马上等到10月中下旬的时候 10月中下旬 11月 这树叶的基本上全部都黄掉了 最后都要落地嘛 最后全部落光了 就光秃秃的了 然后地上面全是这种满地的落叶 等到这种树叶全部都变黄的时候 加上这个蓝天 白云这种天气 阳光明媚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好看 那种秋天的那种感觉 这些今秋的那种美景 旁边这条路绿树绿树成荫啊 非常好看 这边就是一个人形的阳长小道小道 也是我们经常走路的路线 旁边都是一些企业 继续拍边走边拍 然后下面这一段路就是光秃秃的了 没有树了 这还是一个梯子路口 一般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 车流量非常大 然后看看这条路 刚才走过来的一条阳长小道 绿树成荫非常好看 我们单位在这个路的后面 我现在绕一大圈嘛 今天中午我说走大圈 等一下 好过去 旁边又是一大片那个写字楼区 那边有好多好多企业 今天的小风刮得挺舒服 现在不冷不热的 穿着一个外套 哇一辆路虎一辆宝马 这边都是零星的散落的一些企业 走到这个最底边前边的话 就进入这边的小镇了 那边是小镇的边缘 这个庄稼地已经收割过了 也进行了艾滋播种了 走大圈 走到最后一条大直路 走到前面进去 又回到我们企业区了 这条路就是外环路 我现在每天下班 有时候就从这条路过来 然后进入这个小镇里面 然后现在的地上面奔道线 很非常明显 再给自行车和行人 这边留了一个免费的停车的 因为这小镇外围 在停车的话没有任何限制 你要进到小镇里面的话 停车就得计时卡了 最多有一个时间限制 一般最多两个小时 有了个免费的计时卡 旁边就是单车道 哇在连亮那个雪铁龙 这个是那个雪铁龙 那个布林狗的上一代 然后后面的七座的 后面的七座的C4比加索 这是飞亚特500 后面的尼桑的米卡 是吧 老的雷洛推行狗 是叫米卡 米卡 欧宝 欧宝 这是Crossland X WOW 这是老的标子 30 又是个Twinkle 207加 这是一个大号的福特Transit 大全顺 高顶短轴 嗯 雷洛的 这又是一辆C4KATUS 那个仙人掌 就是这款车 非常的神奇 一辆I06 好老的I06 这个就是那个新盖的来新盖的那个一个写字楼 这楼看着车拔地I7 之前就是一片荒地 这个就是进入这个小镇里面的一条社区路 这老款的亚里斯 是上上一代的感觉 这车很老啊 那又是一辆C7座的 7座的那个比加索 好多小车 这是那个比亚迪Iago 这个老款的那个Iago 奔田的 是那个Fiat Fista 加连华 一个非常老的雪铁龙Saco SXO 我不知道的车是206的前生吗 你瞧这个满地的落叶 这边基本上都是四季落叶林 到了冬季的话 这些树到最后全部都是光秃秃的了 那时候就是农冬季节就到来了 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金秋的这种风景 前面那个环岛就走回到咱们企业区了 就是小镇的里面 我今天把Gopro也没拿什么支架 就直接拿在手里面边走边路的 因为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昨天天气太差了 昨天的天气阴阴的下个雨 非常的阴陈 好过马路 真的吗 muita 冷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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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币